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孩子会打动 在玄幻小说中拥有一个强大的血统 足够让主角赢在了几宝线 是开挂装逼的不二之选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玄幻小说的八大血统 第八位是来自小说盘龙的龙血战士血脉 主角林雷因为吸了一头九级魔兽 击背铁甲龙成为了龙血战士 人生可以完全龙化形态 在第一次龙化的时候会完全地改造整个身体 实力是过去的几只背 攻击和防御能力 在同等级中无敌 第七位是来自小说修罗武神的天雷血脉 天雷血脉是处世天族的血脉 又被称为天极血脉 由九道雷霆巨兽组成 是远远凌驾离地极血脉之上的高贵血脉 拥有这种血脉的人天赋极高 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 修炼就能一帆风顺 第六名是来自小说圣虚中的人亡血脉 主角楚风因为不用昆仑万神之相的特殊神妖 血脉激烈蜕变 拥有了不朽神血和正骨硕精的无敌体质 在陈东的另一本小说神木中 也出现过一个人亡 那就是女王之一的语心 单单是挥舞一下自己的人亡情 就会带来十分可怕的效果 第五位是来自逆天血脉的血脉 这一血脉融合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 但融合后会使所有者拥有巨大威力 主角云彻拥有这一血脉后 能够无视甚至免疫法则的干扰 逆天二位成就血脉之名 由于时间的关系八大血脉绑的另外四名 将在下个视频中出现 小伙伴们觉得哪个血脉能夺得榜首呢